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國 烏克蘭宣布無條件移交 所有重傷俄軍戰俘 俄無現代戰爭浴血洗禮 造就世界第一軍 不想再送命 俄僱傭兵組織向美招手 給前就合作 中俄摸底無軍事同盟 百年變局等歷史終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25日 星期六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烏克蘭宣布無條件移交 所有重傷俄軍戰俘 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週五宣布 無條件移交俄羅斯大規模入侵以來 所有重傷而可運輸的俄軍戰俘 並呼籲國際社會施壓 迫使俄羅斯同樣遵守國際人道主義法 釋放所有非法拘禁的烏克蘭公民 聲明強調 烏克蘭遵守國際人道義務 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參與下 單方面移交俄羅斯重傷和重病俘虜 聲明指摘 俄羅斯扣押數以千計烏克蘭公民為人質 包括重病和受傷平民 老弱 婦孺以及在入侵前被俘虜的烏克蘭公民 應當無條件送返烏克蘭 聲明批評 俄羅斯拒絕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進入拘留場所 不向被扣押的烏克蘭公民提供親屬聯繫 適當營養及醫療 更故意製造不人道的囚禁條件 俄烏現代戰爭浴血洗禮 造就世界第一軍 據《新聞週刊》報導 萊恩週四接受《基輔郵報》專訪 探討了烏克蘭武裝部隊在抗俄戰爭中 如飛彈防禦 無人機攻防和前線作戰等不同的面向 他強調 我認為烏克蘭人目前可能是世界頂尖的部隊 其實不是可能 而根本就是 萊恩說 他們是現代戰爭中經驗最豐富的部隊 從戰爭中汲取了許多教訓 並已在近13個月中證明了這點 而大家都可以向他們學習 萊恩說 烏克蘭部隊中有新兵 有老兵 有本國人 也有外國人 而要加以統合是很大的挑戰 就算對一流的將領來說 這也是重大的挑戰 而正值戰爭期間更是如此 戰爭暨國際研究中心 國際安全計畫高級顧問坎森 也贊同萊恩的部分看法 他指出 在戰爭中 人的要素舉足輕重 在訓練和領導上更是如此 而除了俄羅斯外 烏克蘭人無疑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有更豐富的現代戰爭經驗 不過 他認為 儘管烏克蘭部隊比俄軍優 但這仍不足以使他們成為世界最棒的部隊 坎森說 美軍在戰鬥前需要接受不同的訓練 但烏克蘭部隊只接受兩三週訓練就上戰場了 他並指出 多數烏克蘭指揮官在戰場上都表現得很熟練 但可能缺乏執行複雜聯合作戰所需的深度訓練 不想再送命 俄傭兵組織向美招手 給錢就合作 俄羅斯過去幾個月來 投入大量人力和軍備 試圖奪下烏克蘭東部城鎮巴赫姆特 如今 其中主要的戰力瓦格納傭兵集團傳出可能撤退 負責人普里格金表示絕無此事 不過另一方面 他也寫信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尋求在非洲建立合作關係 根據土耳其官媒安娜杜魯新聞社報導 普里格金22日發信向布林肯毛髓自建 表示瓦格納集團從2017年到2018年開始 就在非洲執行任務 在所到的每一個國家建立了安全與秩序 相較之下 普里格金表示 美國在非洲的代理人收了一堆錢 卻端不出成果 如果美國想要謀求在非洲的發展 那麼不妨考慮投資瓦格納集團 成立瓦格納安全非洲計畫 如此一來 還能為美國納稅人省下不少開銷 普里格金想要開創新局的可能性並非空穴來風 瓦格納組織在巴赫姆特遭受慘重折損 普里格金曾形容當地戰鬥的血型程度有如絞肉機 加上他多次向俄軍高層要求增援 卻都遭到忽視 讓外界不免懷疑俄羅斯國防部試圖透過戰爭來消耗瓦格納集團的力量 破壞普里格金在克里姆林宮獲得重大政治權力的可能性 根據自由歐洲電臺報導 彭博新聞社23日報導也指出 普里格金計畫縮減瓦格納在烏克蘭的行動範圍 把重心重新轉向非洲 儘管外界不斷傳言他有意出走 對此 普里格金對社交媒體澄清 不清楚彭博社的報導內容 否認有撤兵打算 並強調只要俄羅斯需要 他們就會繼續在戰場為國效力 中俄摸底 無軍事同盟 百年變局等歷史終結 習近平反而執行 表面看來沒有實質成果 作家顏春鉤撰文說 兩份聯合聲明 一份是以主席與總統名義簽 一份是以國家名義簽 相當古怪 這兩份外交文件都寫作聲明 而非協議 聲明是講原則 協議才有具體執行條文 那又意味著 兩人會談並沒有什麼實質結果 沒有什麼事是雙方同意即時要做的 只是互相承諾 以後準備如何做 但兩個大獨裁者屁事密商 互相交底 彼此打氣 真實內容沒有人知道 不過我們不妨大膽一測 一理推論 俄乌戰爭是當務之急 最要緊的是習近平是否打算扶普京一把 普京一命嗚呼 中共獨立難支 中俄是打算分別被擊倒 還是聯手對抗西方? 當然是聯手苟延殘喘好一點 但問題又變成 中共什麼時候介入最好? 中俄結軍事同盟 北約美國也出兵 那就打世界大戰 打起來中俄必不是對手 反之 俄乌互相消耗 等待有利時機 美歐國民反戰情緒起來 那時才是東西決戰的時機 中共介入要承受西方全面制裁 對苦不堪言的經濟是致命打擊 暫時按兵不動 先救經濟 經濟起來有實力 到時再與西方一較高下 綜上所述 普京隨九漢判甘林 希望中俄組建軍事同盟 可惜 習近平卻決心難下 舉棋不定 軍事同盟談不上 戰事只能維持現狀 這固然讓普京相當失望 長遠 要看經濟 經濟無望則萬事免談 俄國經濟被西方制裁多年 早已無生機 只靠出賣能源維持生計 早年風生水起局面不在 所有負面因素一一爆爆 一旦失業狀況惡化 民間抗爭成風 那時習近平要穩住國內已分身乏術 更不必談支援俄國了 因此 共識只剩下經濟上互相扶持 互相共贏 苟延殘喘 爭取時間 避免內部崩潔 外部受敵 極具實力等待時機 可惜 俄國市場有限 科技落後 有求中共者多 有意中共者少 唯有近人士聽天命 絕路求生 習近平臨時對普京說 兩國正在面臨百年變局 要共同來推動 好像一推動就能贏的樣子 其實不推動還好 推動只是沒得更快 當年前蘇聯解體 歷史學家福山斷言歷史的終結 結果歷史沒有終結 反而中共強大起來 今日若中俄結盟 與西方決戰 結果必是中俄都解體 那時才是真正的歷史終結 世界上再沒有共產主義這個幽靈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 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被連潑幾盆冷水 習近平反俄成果全無 綜合報導 認輸了 在巴赫穆特受重創 瓦格納首領表示 想轉往非洲採礦 撈錢 俄最大核彈引擎工廠爆炸 黑鹽直竄天際恐影響飛彈生產 大反攻又要來了?烏克蘭上將預告將對精疲力竭的俄軍發動逆襲 北韓百姓缺良厄比街頭 金正恩愛女穿豪奢7萬元名牌外套惹議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